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平定天下节目 今天我们要带您深入了解即将展开的奥运女子篮球战争 美国与澳洲的速敌之战即将上演 这次澳洲能否打破宿命 还有法国与比利时的另一场半决赛 究竟谁能笑到最后 此外,美国女子篮球队的妈妈们在追逐历史的同时 也不忘享受家庭时光 最后,我们还将介绍中国在举重向目的完美战绩 罗斯芳击败对手在下一城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新一轮的奥运竞争 美国与澳洲女子篮球再度交锋 比利时守进半决赛 在巴黎这个浪漫之都 一场国际女子篮球的经典对决即将上演 美国与澳洲将在周五的半决赛中交锋 争夺进入金牌赛的门票 而另一场半决赛 法国则将迎战首次闯入奖牌赛的比利时 这场比赛也将充满期待与惊喜 美国和澳洲的对决 几乎成了奥运历史上的一个固定节目 回顾过去 澳洲女篮在奥运会上 从未击败过美国队 无论是2000年 2004年 还是2008年的金牌赛 他们都败北了 即使是1996年和2012年的半决赛 澳洲也未能突破美国队的防线 即使到了2021年东京奥运会 美国队在四分之一决赛中 依然战胜了澳洲 让这场对决成为一边倒的比赛 美国队的戴安娜 陶勒希参与了美国对澳洲的四次胜利 而他的妻子佩妮泰勒 曾是澳洲篮球明星 这让陶勒希对于即将到来的比赛 有些许担忧 这将是一个分裂的家庭 他希望澳洲赢 他为那支队伍赢得了世界冠军 并且是世界赛的MVP 陶勒希告诉美联社 他对于身为澳洲人有着深深的敬仰 这让比赛变得更加艰难 澳洲队虽然在过去的比赛中屡战屡败 但他们并不因此感到畏惧 大多数澳洲女篮队员在WNBA中与美国球员共识或对抗 这让他们对对手更加熟悉 我们有这么多球员熟悉他们 这对我们有帮助 澳洲后卫萨米·惠特科姆说 我们会在比赛当天尽我们所能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 在这场即将到来的对决中 不得不提到一位传奇人物 劳伦·杰克逊 43岁的他在这届奥运会上贡献不多 但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杰克逊在2016年因伤退役 但他在奥运赛场上的回归 无意为澳洲队注入了不可忽视的力量 而在另一场半决赛中 法国队将在自家门口迎战比利时 比赛的热度不亚于任何一场 比利时女篮在近年国际赛场上的崛起 有爱马·梅瑟曼的权力支持 他们在过去的世界杯和欧洲篮球锦标赛上表现出色 如今他们有机会赢得该国首枚奥运篮奖牌 梅瑟曼甚至开玩笑说 如果比利时进入决赛 他会把头发染成比利时国旗的颜色 比利时教练拉西德·梅奇安来自法国 他对于在满座观众面前对阵自己的祖国充满期待 也许在这个体育馆对阵法国会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他说 法国队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击败德国 马林·约翰内斯表现出色 法国队强硬的防守让他们重回正轨 法国明星加比威廉姆斯也自信地表示 我们可以再次呼吸了 这让我们感觉神小 美国女子篮球队妈妈们追逐金牌的珍贵时刻 布里安娜 斯图尔特和其他美国女子篮球队的妈妈们 在追逐奥运历史的同时 享受着一些特别的时刻 他们不仅试图成为首支连续八次赢得金牌的奥运队伍 还在巴黎奥运会上经历了一次难得的团结体验 美国队将在周五的半决赛中 对阵澳大利亚 力争将连胜记录延长至60场 并晋级周日的金牌赛 而在比赛前 他们还有个重要的约会 斯图尔特的女儿露比的三岁生日派对 斯图尔特说 我们有很多孩子 所以我相信我们会找到一些有趣的活动 可能会像汪汪对立大功那样 但这对他来说将是美好的一天 这些比赛与上届奥运会大不相同 2021年东京奥运会 在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下举行 而这次不仅仅是这些女性 带着孩子来到巴黎 美国女子篮球队这次有五位家长 除了斯图尔特 还有戴安娜 陶拉西和他的妻子佩妮 泰勒 以及其他几位妈妈 陶拉西和泰勒有两个孩子 斯图尔特和他的妻子 也有两个孩子 随着美国女子篮球队 留在巴黎并前往里尔参加小组赛 斯图尔特表示 最好的部分是知道 这不是这些孩子们最后一次在一起玩耍 奥运新手萨布利诺 伊奥内斯库称自己是孩子磁铁 他看到这些妈妈们追逐金牌 然后立即从工作切换到育儿 真是令人惊叹 他们回到酒店后 就是全职妈妈 伊奥内斯库说 他们没有休息时间 这真的非常令人惊叹 克里尔则不断用手机记录这一经历 因为他知道 他的女儿不会记得任何事情 我拍了很多 他和我们在这里的照片和视频 以帮助讲述这个故事 尽我所能 克里尔说 他会知道奥运会是什么 所以解释那部分会很容易 但对他来说 这将是正常的 对于美国教练谢利尔 李夫来说 这是篮球支持女性 在场上和场下发展的一部分 作为WNBA 明尼苏达山猫队的教练 他看到联盟和球员们 为更好的政策进行谈判 帮助球员们 获得产假和育儿支持 他说 我认为 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在进化 女性显然在向我们展示 她们可以做任何事情 而且 我们确实做到了 中国举重 罗斯芳击败加拿大对手 保持完美战绩 在巴黎奥运会的女子59公斤级比赛中 罗斯芳击败了加拿大的莫德 查龙 让中国在举重比赛中 保持了三战全胜的完美战绩 这位23岁的罗斯芳 创下了三项奥运会记录 他在抓举中 举起了107公斤 在停举中 举起了137公斤 最终以241分的成绩 夺得金牌 扎龙则以236分获得银牌 而台湾的郭姓纯 也235分获得铜牌 罗斯芳在他的奥运首秀中表现出色 去年 他在世界锦标赛中 横扫金牌 中国的李发斌 在男子61公斤级比赛中获胜 而侯志慧 在女子49公斤级比赛中夺冠 这让中国在巴黎奥运会上表现出色 这个举重强国 可能在巴黎再添两个冠军 石志勇将在周四晚些时候 参加男子73公斤级比赛 而李文文将在周日参加女子家81公斤级比赛 他们两人都在三年前的奥运会上 获得了金牌 周四早些时候 体育仲裁法庭驳回了西班牙举重运动员 大卫 桑切斯 洛佩斯的申请 他要求基于最近对土耳其举重联合会的禁要处罚 禁止土耳其参赛 他这次未能取代土耳其的穆罕默德 福坎 奥兹贝克参赛 使得比赛更具竞争力 巴黎奥运会的赛事 进入白热化阶段 各国运动员在赛场上拼搏 用实力和汗水 书写奥运新篇章 这场国际体育盛会 不仅仅是竞技的较量 更是对人类精神和团结的理赞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美国与澳洲一直以来在女子篮球领域 拥有强大的竞争历史 这两支队伍将在接下来的巴黎奥运会半决赛中 再次交手 争夺进入金牌赛的资格 美国队在历史上对澳洲保持着绝对优势 曾多次在奥运会上击败澳洲 包括2000年 2004年 2008年的金牌赛 以及1996年和2012年的半决赛 最近一次在东京奥运会上 美国队在四分之一决赛中 再次击败了澳洲 美国队的经验丰富 戴安娜、陶勒希 参与了美国对澳洲的多次胜利 然而 她的妻子前澳洲篮球明星佩妮·泰勒 曾是带领澳洲队 夺得世界冠军的主力 这使得陶勒希在家庭内部的支持方面有点分裂 虽然澳洲队在过去对美国的比赛中 未能取得胜利 但他们并不害怕美国 因为许多澳洲球员在WNBA中 与美国球员一起或对抗 这增加了他们的信心 法国和比利时将在另一场半决赛中决议高下 比利时队近年来在国际比赛中迅速崛起 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上 他们获得第七名 一年后在世界杯上获得第五名 并在去年赢得了欧洲篮球锦标赛冠军 比利时队的崛起得益于爱马 梅瑟曼等球员的出色表现 他们有机会在巴黎奥运会上 获得该国首枚奥运篮球奖牌 法国队则作为东道主 拥有强大的主场优势 在四分之一决赛中 他们击败了德国 成功进入半决赛 法国队在主场观众面前比赛 感受到极大的支持和压力 但他们成功地在压力下表现出色 希望能通过胜利进入金牌赛 此外 美国女子篮球队还有另一个特殊的目标 成为首支连续八次夺得奥运金牌的篮球队伍 队员们在比赛之余 也享受着家庭时光 特别是布里安娜 斯图尔特的女儿露比 即将迎来三岁生日 这对于球员和家人来说 都是非常珍贵的时刻 在奥运举重比赛中 中国队的表现也非常出色 罗诗芳在女子59公斤级比赛中 击败了加拿大选手莫德、查龙 创下三项奥运记录 为中国赢得金牌 这是中国在巴黎奥运会的 第三枚举重金牌 延续了他们在这一项目地强势表现 中国队有望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继续获得更多的金牌 整体来看 巴黎奥运会的比赛进程 充满了竞争和精彩 瞬间各支队伍都在为争夺最高荣誉而努力 无论是篮球还是举重 运动员们的表现 都展示了他们的实力和拼搏精神 这些比赛不仅是国家荣誉的象征 也是运动员们个人成就和努力的见证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要探讨美国和澳洲女子篮球队的竞争 美国队在历史上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这次也不会例外 美国队连续七次夺得奥运金牌 这可不是运气 而是实力的体现 戴安娜、陶勒西、布里安娜、斯图尔特等球员的表现不仅稳定 而且具有压倒性的优势 美国队在半决赛对阵澳洲 赢的几率无疑很大 楚天书 你这话听起来就像在说地球是圆的 人人都知道 但别忽视了澳洲队 虽然他们在历史上没击败过美国 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没有实力 澳洲球员在WNBA中表现出色 萨米·惠特科姆等选手对美国队非常熟悉 这次比赛他们完全有可能来个大逆转 给美国队一个大大的惊喜 谢琪琪,你这话就像是说禅要挑战狮子 听起来很勇敢但有点不现实 美国队的连胜记录可不是减来的 这背后有着严格的训练和强大的支援体系 而且,美国队在心理上也占有优势 因为这些球员已经习惯了在大场面中稳定发挥 就像罗马帝国那样 他们的统治绝部是一朝一夕尖崩塌的 楚天说,你这比喻倒是很有趣 但别忘了,大象也可以被蚂蚁咬到跌倒 澳洲球员在精神上也不会轻易放弃 他们有着强烈的斗志和团队合作精神 再说了,运动场上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 你瞧,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 巴西男子足球队在家门口赢得金牌 这可是一个大奇迹 谁说澳洲队不能在这次比赛中创造奇迹呢? 谢琪琪,你的比喻确实勾起了我的兴趣 但运动场上还是要讲究实力 美国队拥有世界顶级的训练设施和教练团队 这些都是澳洲队所无法匹敌的 而且,美国队在这次比赛中还有额外的动力 他们有不少妈妈球员 这些妈妈们在场上场下都展现了强大的毅力和韧性 这种精神力量将使他们更加难以击败 楚天书,你这么说 我感觉像是在看母爱伟大的励志片 不过,澳洲队也不是吃素的 他们不仅有实力,还有战术 他们的教练团队也是经验丰富 能够针对美国队的弱点进行战术布置 再者,他们在WNBA中与美国球员之间的磨练 也让他们对美国队的打法有了更深的了解 这次比赛,谁胜谁负还真不好说呢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巴黎奥运会女子篮球半决赛即将打响 美国队将再次迎战澳洲队 这场对决可谓是老对手间的再度交锋 美国队在过往的奥运会上多次击败澳洲队 包括2000年、2004年和2008年的金牌赛 以及1996年和2012年的半决赛 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 美国队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再次战胜澳洲队 美国队的老将戴安娜、陶勒希 不仅要面临场上的竞争 家中也因妻子佩妮、泰勒士前澳洲篮球明星 而面临内部矛盾 陶勒希幽默地说道 这将是一个分裂的家庭 我希望他希望澳洲赢 毕竟他是那支队伍的MVP 而澳洲队虽然历史战机不佳 但并未因此气馁 澳洲后卫萨米、惠特科姆表示 队伍中的许多球员在WNBA 终于美国球员交手 这让他们对美国队的打法更加熟悉 我们有很多球员熟悉他们的风格 这对我们很有帮助 比赛当天我们会全力以赴 惠特科姆说道 澳洲队的坚韧和不惧挑战的精神 让这场比赛充满了悬念和看点 另一场半决赛将在法国与比利时之间展开 比利时队在近年国际赛场上崛起 背后有爱马、梅瑟曼的支撑 他们在预赛阶段经常吸引大量观众 这也反映了比利时篮球的受欢迎程度 比利时教练拉西德、梅奇安来自法国 能在满座的观众面前对阵自己的祖国 对他来说是一件特别的事情 这将是美妙的经历 他说道 法国队则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击败了德国 展现出强大的防守和稳定的进攻 布里安娜、斯图尔特和美国女子 篮球队的其他妈妈们 也在巴黎奥运会上享受着特别的时刻 斯图尔特的女儿露比将在周五迎来三岁生日 一场生日派对成了比赛前的重要安排 斯图尔特表示 我们有很多孩子 所以我相信我们会找到一些有趣的活动 这对他来说将是美好的一天 对我们来说这也是我们旅程的一部分 这不仅是比赛 更是一次温馨的家庭聚会 相比于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严格防控措施 这次巴黎奥运会显得更加家庭化 球员们在比赛间隙能与孩子们共度时光 这成了他们在追逐历史的同时享受的一部分 在举重赛场上 中国选手罗斯芳在女子59公斤级比赛中表现出色 击败了加拿大的莫德、查龙、夺得金牌 罗斯芳创下了三项奥运会记录 展现了惊人的实力 中国队在巴黎奥运会的举重比赛中保持了完美的战绩 李发斌和侯志慧也分别在男子61公斤级和女子49公斤级比赛中夺冠 这个举重强国有望在巴黎再添两个冠军 石志勇和李文文将分别参加男子73公斤级和女子正81公斤级比赛 他们两人都在三年前的奥运会上获得了金牌 总的来说 巴黎奥运会的赛事既激烈又温馨 既有老对手间的竞争 也有新兴的崛起 无论是篮球场上的激烈对决 还是举重赛场上的记录刷新 都让人期待未来的比赛会更加精彩 最重要的是 这些运动员在追逐梦想的同时 也在享受着与家人共度的珍贵时光 希望他们能在赛场上取得佳击 同时也能在生活中找到平衡与幸福 川普会重返白宫 贺锦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2024年世界第一大竞争 谁胜谁输 天下都会大变 美国倒报 来自美国大事现场的信息 华盛顿 华尔街 硅谷 还是美国任何一个州 美国倒报 YouTubeCon at American Briefing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感谢观看